11月4日 杜江减身机场 只见他上身黑色棒球面包服 下身身黑色长裤配白色运动鞋 这一身打扮可真的是很暖和 看来杜江是准备好了应对着深秋的冷风了吧 头上戴着黑色棒球帽 彩抄遮面的他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哦 看见记者还对着镜头微笑着打了两次招呼呢 这么绅士的艺人可是少见呢 怪不得鹏凤大王被教育得这么好 又礼貌又懂事 杜江与助理一行人步出机场后 在门口等车 和助理聊得停不下来的杜江真的很开心呢 不停地笑 看来回镜能看到老婆孩子了 高兴得不行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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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